大S汪小菲张兰一家 张兰新书,我的九条命 大S汪小菲写的序言 大S与婆婆张兰 近日,汪小菲母亲张兰推出了首部自传,我的九条命 大坦白手起家内幕 汪小菲和大S分别为她写了序言 汪小菲写道 她充满责任感,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是未值得敬佩的企业家 而大S也夸赞道,张兰最让她佩服的地方就是身上那份韧性 即使遇到重大打击仍非常冷静 大S还直夸张兰注重仪态,爱漂亮,没有一天放松 她是未能屈能伸的女人 大S对婆婆不吝赞美之词,从性格到外贸权方面夸赞 据悉,日前张兰突然传出被香港法院判监一年的消息 事后张兰本人发朋友圈辟谣称在家待得好好的 从没听说过这个消息 随后汪小飞也表示消息不属实,已提出上诉 上诉法庭上尉就该案做出最终裁决 此次风波也基本没有对张兰造成影响 张兰确实算得上是一个传奇 汪小飞曾在自传,生于1981 中详细讲述了母亲的发家之路 母亲外向,热情,和各类人打交道都不在话下 她做任何事都讽风火火,甚至比男人还胆大 有一次店里来了个吃霸王餐的地痞 母亲为了要回前来 拿一个啤酒瓶在柜台上一颗 据齿参差的那头直接抵在那人脖子上 气势汹汹,竟把对方吓退了 那时张兰已有了相当的名望 不过也因为这样 她成了犯罪团伙的重点目标 汪小飞在自传中提到 刚好那段时间,母亲去法国探望我 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歹徒就盯上了舅舅,凶残的在舅舅身上捅了16刀 1999年,汪小飞的舅舅遇害 张兰一度沉浸在悲伤中不能自拔 把苦心经营的几家酒楼转让变卖 然把大量时间都花在追查凶手上 在《我的九条命》中,张兰也提到了这段往事 来源来自SOHO 往下看更多精彩内容 患难见真情,阿雅独自给爸爸陪床 大S暖心前来,20年的友情 小姐姐的花店,暖心收关了 说真的这档节目本以为有小S作为花店助理人 联手小宋家,以及欧阳娜娜还有小鬼,林彦俊 会创造出一款爆款的综艺真人秀 结果很让人失望 节目播出直到收关 并没有掀起太大的话题度 虽然话题度不够,但节目中还是有不少精彩的看点 比如小S跟小宋家的互动 互动十分有趣 再如小鬼和林彦俊的搭档也是相当好玩 欧阳娜娜暖心 后来加入的春夏干活也很卖力 而意外到来的嘉宾阿雅,更是为收关带来一波大惊喜 本期节目中,阿雅跟小S躺在沙发上 回忆了跟大S上学时代的一些故事 阿雅说徐希元当时个性很冲 用小S的话说就是跟S在一起,半君如半虎 然而,就算徐希元个性不够好 阿雅还是跟她做了三年的同桌 三年同桌生涯,阿雅说自己曾一度被徐希元的脾气快要气哭了 而小S也很懂姐姐的脾气就是这样 不过虽然被大S气够呛 但阿雅还是坦言看到徐希元时 就觉得很想要保护她 这大概就是一种友情的相处模式吧 听到阿雅的讲述,小宋家也解释出了徐希元的内心 认为徐希元之所以这样的个性,是因为要好好保护自己 小宋家认为很多女孩不愿意示弱 小S也认同,评价姐姐是 保护色很重 不过,阿雅在提到徐希元的个性让自己有时很气之鱼 也提到了徐希元曾让自己感动的一件事 其因是阿雅的父亲从她高中二年级就心梗 爸爸身体开始一天天不太健康 阿雅说自己跟爸爸感情超好 因为父亲是很大年纪才有了自己 父女之间十分亲密 面对爸爸得病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阿雅莫名的心疼也非常难过 所以工作后每天都要打电话给爸爸说我爱你 而阿雅有一次接到电话,是因为爸爸需要住院 而阿雅当时是自己独自去陪着爸爸的 妈妈和姐姐都不在 阿雅一个人带着爸爸去看病,并办理各种手续 就在自己很忙乱又有点孤单时 阿雅发现徐希元来了 当时她的心情很激动 不禁问徐希元怎么来了呢 徐希元就很倔强的说 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忙的地方 其实阿雅说到这里 就是为了证明徐希元是一个嘴硬心软的人 明明是好心来帮助自己照顾爸爸 嘴上却要装得默不关心 徐希元来了之后 一直跟阿雅照顾爸爸 还握着阿雅爸爸的手给叔叔加油 还不断的跑前跑后帮阿雅买东西 提到这件事,阿雅觉得非常非常暖心 她说在当时那种有点无助的情况下 徐希元的到来让她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暖心又感动 是啊,患难见真情 阿雅在最需要被人帮助的困难时刻 最需要安慰和关心的时候 在爸爸生病住院内心极度难受的情形下 是徐希元给了她一份雪中送炭的温暖 这份珍贵的友情,如何不被铭记一生 因而阿雅如今提到这件事,还是莉莉在目 这也就解释为何阿雅和大小S姐妹玩了20年 大S曾发过一则20年同学聚会的动态 阿雅虽然缺席但也证明了两人友情的厚度 超过20年的姐妹情,就是从时光的缝隙中流淌到如今的 不是亲人更似姐妹,这就是珍贵的友情